过去过几月有七个人感染 侵入胜月盈链球菌后死亡 当局估计部分感染个案 和处理过未经烹煮的淡水乳有关 有专科医生提醒去街市的时候 避免皮肤直接碰海鲜 去街市买海鲜 不少人都可能和他一样 伸手自己选 碰戴手套买东西 我看情形 看到的美物买 一般我们的家庭主婦都有时会戒双手 戴手套稳稳一点 近期多了感染侵入性月盈链球菌个案 出现败血症、脑膜炎等等 部分人曾经接触玩雨等等的淡水雨 也都有人手捕有伤口 处理未经烹煮的雨雷 上个月至今个月10号 有79宗入院个案 介乎一个月大至96岁 有7人死亡 仍然有近40人留意 卫生防护中心说 最少32宗个案感染的病菌 基因排序 和到访过的街市环境 和乳酿本吻合 包括荃湾阳屋道街市 卫生防护中心说 在元朗鸡地 死阶得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亦都找到同一种病菌 游转货医生认为 短时间出现多宗同类感染 并不尋常 不排除海鲜批发箱源头污染 分货到街市鱼当时再传开 一个鱼当有淡水鱼 那个盆 和淡水鱼的盆 可能只会放在旁边 这些菌可能走到旁边 也不奇怪 鱼犯 他们可能会碰完淡水鱼 接着会碰咸水鱼 所以你能否确保 你卖咸水鱼 曾祺欣引述医行文献 说65岁或以上 有长期病患人士 患侵入性月盈链球菌 每10万人有4.7人死亡 提醒搜捕有伤口的人 要包折好再戴上手套 才处理美经烹煮的海鲜 母线电视记者刘杰玲报道 据了解 当局日内将会公布 海关副关长何佩珊 接替退休的邓二海 成为第一位海关女官长 二年53岁的何佩珊 1991年加入海关 多年来负责情报调查工作 一度调任去到保安局 2013年晋升为海关高级监督 主力打击水货 大家在这里会看到牛奶这个字 牛奶这个字其实就是水货集团 用来代替这个配方粉的一个暗号 他们以为我已经和那个买家 说明这个是高仿 既然是说明了 那我没有骗他 那我没有骗他 那我就是没有违法 何佩珊2017年升为助理官长 先后掌管情报调查 尤其是毒品案件 收藏方法越来越精密 比如在一些蜡烛里面 将那些毒品变成一个液态 混在一些蜡烛的液体 变成一些含有毒品的蜡烛 并且负责边境和口岸工作 先后主力高铁 港珠澳大桥 和连塘香源为口岸规划 何佩珊女士 2017年获班香港海关荣誉奖 前年晋升为副官长 去年三个官员追截走私船殉职 何佩珊出领同袍列队致敬 他今年4月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强调会积极配合港区国安法实施 香港海关一直都是根据法律 去执行我们的职务 如果当国安法实施了之后 如果里面是有一些 譬如是出入口的环节里面 有些物品是涉及违反国安法的 我们会配合警方那边执行工作 何佩珊的丈夫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职长退休的邓二海 1987年加入海关做建策督察 去到2017年年终升任官长 是第一个由海关内部晋升 不是由政务官空降的官长 毛先列治记者吴森如不道 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长 不过其实很多的病人是不用看专科或入院的 本港过去一直想推动基层医疗做好把关角色 但由90年代至今一直没有显著成效 有专家认为要改变政策思维 这只痛风 这只血压 乙者患有痛风七年 在公立医院骨科求疹 现在还未排到期做手术 当09年推出医疗券 希望透过基层医疗 减轻供应系统压力 乙者都试过用医疗券提斯加医生 医管局这家普通科门产 近年引入心脏超声波服务 发现只有一成六人 需要转介心脏专科跟进 其余八成四病人 在普通科门诊已经可以处理 即是如果基层医疗 能够发挥把关角色 大部分病人无需专科诊治 或者入院 心口不舒服 可能我们都很想去见心脏科医生 但我们如果每一个病人都这样做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想医院的负担 或者心脏科的负担就会很重 去分辨出哪些病人 真的需要去见心脏科 而有些很低风险的病人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可以帮他们处理到的 有志赋在2019年引述本地研究说 当局每投放一元在社康护理 就可以省下8.4急救护理开支 曾经是医管局行政总裁 和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的杨永强认为 本港基层医疗发展太慢 需要改变政策思维 他建议参考新加坡 由政府资助市民定期做慢性疾病西查 否则建再多的医院都不足够 无线电视机在董孝峰报导 立法会大会继续审议 劳房租务管制相关条例 多个议员要求设计此租金 政府说目前不可能 要进一步收集市场资讯 加入劳房租务管制的 业主与租客修订条例草案 规定劳房业主必须和租客签订 列明双方权利和责任的书免租赁协议 租期固定为两年 期内只是可以减租而不可以加租 两年后租客有权被一个月通知 终止租药 业主也要为租客提供合共四年的租住权保障 当局亦会提出修正案 将业主和租客逐租的时候的加租上限 由15%收紧到10% 业主也不可以滥收水电费等公用设施费用 多个议员要求定名起次租金 竟然需要决定含泪汽权 一个没有起始租金的租管 根本就不是租管 每四年的新租药 业主都可以自由定价 尤其是他听到 卢福局想说 很多很多租金补贴来 加强 业主听到开心死了 只是第一步的保障而已 后组的工作才是关键 还有很多的 所以当政府开始搜集到更多 关于劏房的数据和租金的时候 我们要求当局在两年之后 就做这个汽次租金 估计有超过11万间的劏房 特征各有不同 决定起始租金时 理应考虑每间劏房的特征 而个别劏房的租金水平 是受众多的因素影响 即使位于同一个单位里面 各个劏房的租金水平 也会因应一蓝指因素而有所分别 当局说目标先透过条例草案 规定业主在租期开始的60日内 行差向物业股价柱提交租金等资料 以便当局检讨措施成效 适时考虑进一步措施 母纤理事记者扎瑞文报道 警方在油麻地 拉着一个涉嫌藏毒的非洲瑞男人 行动当中一个警员受伤 警方封锁佐敦道近佐敦里调查 又拉起风膠带为封现场守证 凌晨1点多警员折查一个非洲瑞男人时遭遇反抗 警员将他制服 现场消息说警员在他身上 售出少量华尔毒品 行动当中一个警员受伤需要宋怨